那這個時候你除了買台積穩以外 還有誰可以 你現在要怎麼做 就是去壓台積相關的供應商 或跟著它製造必須要發生的事情 我自己就覺得現在還不貴的 像連牆 我最近才剛買連牆 連牆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它的利益比去年 它現在剛放出來 就是增加了快三成 那連牆我常常開玩笑 連牆是材料行 材料行就說它什麼都賣 但是呢你只要做麵包 你就要去材料行採購東西 它同時也是通路 它會銷售零售 所以連牆作為一個晶片的材料供應 整合商以及銷售通路商 它其實是滯後的 就是說我晶片做出來的 手機做完了 然後回到通路之後我賺錢 所以連牆今年應該會繼續衝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3月嘛 那再來就是4月5月 它應該會維持在這個位置 然後明年有可能就會分4塊 4.5這樣子 所以我跟妳講 你說配息4塊4.5 4.5 我跟妳講我從不看殖利率 所以殖利率本來我就不是很關心 但我很關心這個PE 因為我們現在在2萬點嘛 所以我們盡量去找就是說 也許現在還沒有漲到20倍的 因為電子股現在都非常高了 那林牆現在是17 那還有一個是瑞儀 我覺得瑞儀是一個還蠻有趣的公司 它是做背光模組的 LED的 那智商呢 它是做封裝測試的 你可以看到它們的PE都不過20 對嗎 它是稍微偏低 那台積呢 我是看它的PEG現在是20到21倍 META 妳這邊講的是PE還是PEG PEG 未來喔 那個請大家去搜尋一下什麼是PEG 就FOROPE 然後富邦金我有點疑慮啦 但是我還是說給大家聽 因為我覺得它是很多 因為很多人在存金融股 所以我想講一下富邦金 富邦金在明年 今年我猜 所以這是一個FOROPEG 它大概分兩塊現金0.5股票 那它現在的股價是66塊 今天跌下來了 它的殖利率大概是8% 8%的算法是這樣 我假設這0.5通通都填 我都會這樣算 然後這兩塊現金去除以66 接近8% 那它的PE其實是還可以 它現在在14 比較低 然後它的利益 這個牛其實現在是跳漲的很厲害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很重視這個 因為啊 我要看到它收進來的錢 今年的 預期一直在增長 它是成長的 它是成長的 這時我 它在股民心中或投資人心中就是 它後來還有空間 它後來還有空間 你在牛市它這樣上漲 在這個高元期的時候 你要去看 去找是賺錢的 你不是去找不賺錢企圖剪淹屁股 你一定會輸 你一定要在漲的時候去找最強的 強但是PE又不能太高的 那可是現在不是有連續兩天跌了900點 對 也是這種情況嗎 對 我覺得 我剛剛才在哀嚎說 其實我心情也蠻受影響 等一下去大吃一頓 可是其實這種大跌 以我們來看 如果變成全面性的戰爭 我昨天就有做一個決定 除非它變成全面性的戰爭 不然我動都不會動 我台積電非常多 我跟你講 我美國通通壓AI 我美股有大概 七成都壓在AI股裡面 然後我台灣有 六成通通壓在晶片股跟晶片相關 我聯勇也非常多 所以對我來講 它這樣跌下來 我的震盪其實也蠻劇烈 可是戰爭改變 除非是全面戰爭 不然戰爭會發生什麼事 它只會加劇通膨 加劇通膨會發生什麼事 你千萬不能放現金 你接下來的通貨膨脹 會比你想像中更長更久 影響你的荷包 一拉三年五年 你會發現你根本追不上 所以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投資類似 台積Meta 連牆都還不算 如果是我就是台積Meta 就是成長很確定的 AI應用很確定的這種股票 然後可以在哪兒 我會用它 你會建議 我會建議